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基督教要义经讲系列课程 那一直以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停留在三卷的二十章 查考了有关祷告的内容 我们查考了祷告的性质 然后也正确祷告的四个规则 同时也回复了那些质疑 既然上帝听那些不完全的祷告 为何又要强调正确的祷告呢 这样的错误的质疑 然后我们也谈到了祷告的中保 无论我们如何努力 照着神所要求的四个规则去做正确的祷告 但是基督仍然是我们中保的祷告 因为我们祷告当中仍然存在着不完全瑕疵 所以仍然需要借着中保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我们每次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同时也驳斥了这个罗马天主教里面一些圣人 依赖圣人中保的这样的错谬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祷告的种类 谈到了公道和私道 然后以及语言的和歌唱的祷告 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祷告的规范 所谓的主祷文 我们也谈到了主祷文的序言和主祷文的对象 然后以及进入了主祷文本文的这样的诠释 那今天我们是进入到了第149课 主祷文的第三个祈求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基督教要义第20卷 第43小节 进入到这一小节一开始呢 加尔文牧师就谈到了第三个祈求的理由 类似于第二个祈求 就是谈到愿你的国降临 他也谈到了 其实这个愿你的国降临 类似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那第三个祈求呢 实际上就是服属于 或者是依赖于 愿你的国降临的这个祈求 是与愿你的国降临 是不可分割的 但是为什么又要重复这种类似的祷告呢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 加尔文牧师里面 牧师在这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也是他所谈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论 就是我们的无知啊 为什么这么反复 多层面多维度的来解释呢 我们的无知 所以呢 因着我们的无知 所以这种分开来讨论 详细的来讨论 进一步的来讨论 并不是没有必要 或者是不合意的 正因为我们的无知 我们不能迅速的 或者是不能够轻易的 容易去领悟上帝统治世界的意义 也就是说 愿你的国降临 这里面就涉及到上帝的统治嘛 神的统治 愿你的国降临到底什么意义呢 必须加上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祷告的 服属于神的国度 这个祷告的 进一步说明的 这样的必要 因为我们无知 我们不能马上迅速的 容易的离开 所以将其视为神 同管世界的一种诠释 一种解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就是进一步诠释 什么叫做 愿你的国降临 既当一切顺从 所有的 当然是包括人 所有的都顺从 一切都顺从他旨意的时候 也就是神在地上做王 神的国降临 神实行他统治的时候 所以愿你的国降临 其实就是进一步诠释 愿你来实行统治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就是求告 愿你的国降临的 具体的体现 那我们来看这里面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里面提到的旨意 是指什么 所以加尔文牧师 在这里面提到了 把旨意划分为 两个不同的旨意 他解释 这里面所讲的 并不是隐秘的旨意 所以这里所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不是说上帝隐秘的旨意 为什么呢 隐秘的旨意 是指上帝同管万有 不可测透的 绝不可能失败的预指 上帝在永恒当中 定下的那个 亘古不变的 不可测透的 绝不会失败的 涉及到万有的 那个预指 所以今天在这个历史上 所发生的一切 都包含在上帝 这个隐秘的旨意 因此我们 这个隐秘的 既然隐秘的是 我们无法测透的 上帝也没有完全 向我们显明的 所以这个关于上帝 在永恒当中 涉及到金氏和兰氏的 那个旨意 那个既无所不包的 那个计划 那个旨意 没有向我们显明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 是隐藏的 所以我们就不晓得 上帝预定了谁 所以我们就不能理解 为什么今天 金正恩 这样独裁者 这样的独裁国家 这样的暴君 为何仍然在这个世上存在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不公义 不公平 不合法的事情发生 不知道 包罗万有的神的旨意 并没有向我们显明 上帝那个公义 良善的智慧的旨意 也是超乎我们 所理解想象的 在万事互相效力的 背后上帝要成就 什么样的 他的善指 我们不晓得 所以我们 纵然看见 当下我们所处的 处境里面 有那么多的 无法理解的事情 我们也不可能 也不应该 也不能 去质疑上帝 为什么 只能存着敬畏的心 上帝啊 我不晓得你的旨意 但是我却相信 就像你圣经所说的 一切隐秘的旨意 背后都是公义 你所行的 尽都诚实 万有没有 一件事情发生的 都不可能越过你的旨意 不在你的旨意当中发生 但是我理解不了 万事之中的原由 关系和最终的目的 或者是你的旨意 但是我仍然可以信靠你 虽然我们 透过圣经说 恶人所行的恶 不能推卸他的责任 你不能说我杀人 是因为上帝隐秘的旨意 杀人就是杀人 恶人不能推卸他的责任 恶人所行的恶 他就其本身 不能推卸他的责任 不义的王 不公义的制度 不义的行为 恶人的行为 仍然要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 在历史当中 在上帝最终所定的日子 一定要审判 因此恶人要恐惧战尽 他不能说我在行神的旨意 犹大不能说我卖主 是出于神的旨意 是在遵行神的旨意 这个我们在基督教要义 第一卷一章里面已经处理了 恶人所行的恶 不能说他在遵行神的旨意 虽然他在随着他本性的恶 行了他自己所愿意做的恶事 但是他却不能说 他是遵行的旨意 因为他所做的 虽然是无意当中 与上帝永恒 成就了上帝永恒当中 隐秘的意志 但是他主观的态度 并不是出于对神的爱敬畏 和为了荣耀神 甘心论意地顺服神的旨意 他们对神的旨意完全无知 他们只不过随着自己 堕落罪恶的本性 行自己喜悦做的事情 所以隐秘的旨意 我们不知道 所以加尔文牧师说到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 这个旨意不是指隐秘的旨意 因为那个旨意 我们根本不晓得 当然我们祷告的时候 可以凭着信心说 即便那个参不透的旨意 我愿那个旨意可以成就好 但是这样的祷告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只能寻求 上帝向我们显明的旨意 所以对比这个隐藏的旨意 我们所能寻求的 只能是显明的 上帝在新旧约圣经 在律法和福音当中 向我们显明了 他的旨意 特别是透过实际 这是我们的本分 上帝要求我们要顺从的 要人甘心乐意顺从的旨意 在律法和福音里面 所显明的 所以隐秘的旨意 无论人的意志如何 或者甘心顺从 或者是抵挡顽抗 悖逆 但是隐秘的旨意 最终是不可抗拒的 神绝不会失败的 一定会成就的 但是对于显明的旨意 他却要求人明白 知道 晓得 甘心乐意的顺从 因此我们也看到 从经验当中和现实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人 明明在违背 神显明的旨意 包括我们基督徒也一样 所以在这里面 进一步强调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因此神吩咐我们这样祈求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 我们看到 加尔文分析说 这里面明显是 把顺从做了个对比 说到了天上的顺从 和地上的顺从 那么天上的顺从呢 就像在众天使 在天上 在这种和平中 诚实地遵行 上帝的命令 在天上 那个不被玷污的那个世界 在和平当中 当然我根据这个拉丁文的翻译 补充了 所以我不做详细的解释 这里面三联和卖种的 都没有包含这个内容 天使在天上那种状态当中 甘心乐意地去 诚实地遵行神的命令 那么在地上呢 在地上 我们也当在顺从他的统治当中 明显这个翻译我重新做了调整 在顺从他的统治当中 除去我们一切的傲慢和邪恶 什么意思 这里面分明 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 我们追求的顺从 模范参照是什么呢 是天上的顺从 天上是完全的顺从 之前呢 天上出现了个悖逆 上帝将撒旦和他的使者 完全从天上驱逐出去 所以剩下了完全顺从的这些 被拣选的 或者蒙保守的天使 完全顺从 那在那里面 在这种状态 完全顺从 忠实的使者 顺从神的命令 主教导我们在地上 在这个亚当堕落之后 在这个悖逆的人当中 在神目前拣选的 呼召的悖逆当中 回转归向上帝的这些 尚在完全过程当中的 神的儿女们 应该如何祷告呢 寻求顺从 就像天上那个和平当中 诚实遵行命令一样 让在地上的我们 也能够如此顺从 顺服上帝的统治 像天使一样诚实的顺从 当然我们的顺从 就跟他们不同了 我们既在肉身当中 有那种和自己的欲望 和情欲的征战 又在世界当中充满了各样的诱惑 和来自灵界的攻击等等 撒旦和他的使者 那些抵挡神的 贝利神的 那些肉体的人 天人人 一同来攻击抵挡教会 所以我们的顺从 是在征战当中顺从 我们里面和外在 顺从当中 除去一切的傲慢和邪恶 除去我们一切的傲慢 骄傲和邪恶 因为我们的邪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邪恶 我们是邪恶的 从我们里面所出来的 尽斗邪恶 这是耶稣基督 在他的教导当中说了 从人心里所发出的 心里所存的 就口里说出来 心里所存的人就行出来 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腐败了 心里面 加尔文牧师说 人全然的败坏 那种败坏是 以至于不可能 从我们心里面出来 产生任何 在神眼中看为的那个善 从社会的善 相对的善的角度 我们看到人也知道 去怜悯贫穷人 什么救灾 甚至行一些看为公义的 但是在上帝 纯全圣洁的上帝的眼中 在他发火的 这个眼睛发火的那位 优华神面前 因为他是 明察秋毫的 洞察人心 一些肺腑心肠的 在我们的 造我们的主面前 我们在他面前赤肉敞开 没有任何隐藏的 这样的神的面前 不仅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动机目的 他都见察 所以我们所有的行为 心态目的 在他的眼中是 没有办法 达到那种完美 在他看为是善的 所以从我们心中 所出来的 都是邪恶的 过去我们也谈到了 加入牧师谈到 我们的心灵 就是造偶像的工厂 从我们心里 所涌出来的 都是一些罪恶的莫子 因为我们的邪恶 所以要除去 那些肉体的欲望 将我们全部的情感 交托给神 这是我们肉体 属肉体的那邪恶的欲望 追求 渴望 所以从这种败坏的人里面 能够发出什么良善的 渴望追求呢 连我们自己所谓的 报效祖国 所谓的为人类服务 所谓自己的梦想里面 都包含着自私 贪婪 虚荣 都是邪恶的 被玷污的 我们自己没有主的 跟主没有关系的 那些肉体的欲望 所以我们如何 想过讨生喜悦的 留意我们 里面的那些 想法和欲望 忽视自己 这个是很 就如同农民忽视田地呀 既不在地里面去耕耘 看守 修礼 除去石头 生耕 翻 撒种 或者是吃肥 除草 看守那些 避免一些野兽去践踏 如果你放任你自己 随性而活的话 不留意警醒 查验自己的话 借着圣灵和神的道去查验我们自己 我们就会 像我所说的 农民放任土地一样 在堕落之后 土地一定会生出荆棘 不去管理的话 一定会长出杂草 石头 甚至土质会变硬 会有这个荆棘 这个杂草 挤满 是地皮充满了这种杂草 树根 盘根 错节 以至于既没有撒种 就不可能有 庄稼长出来 即便长出来了 也会被挤住 而且不但长出来 还有野兽 其他的动物来践踏 所以你必须要看守 放任 今天这个时代的人讲 就是随性 随性 或者是遵从自己天然的本性 这个天然的本性 不是指上帝原初造的 那个善良的本性 也不是指别的 而是指我们现在堕落之后 顺其自然的 不加任何干预的 以为这种所谓的自然的本性 是天赋予的 于是人要尊重 所以任何的干预和妨碍 就是等于冒犯天 或者说 是不尊重人权 今天的同性恋 主张的就是这个 所以很多基督徒 所谓追求的自由 其实就是那个随心所欲 根本忽略了我们是 受罪影响的 即便是重生了以后 仍然有里面败坏的情欲 需要高度警戒的 需要勒住的 需要配上脚环 勒住的 需要被圣灵的和圣灵去约制的 要系上真理的腰带的 所以要警戒自己的肉体的欲望 而且将我们所有的情感全去交托给神 什么叫我们的情感 和我们的意愿 爱 心 人心所向 综合起来 就是说这情感 这个不只是我们的情绪 这后期的我们看到 爱德华兹讲到基督徒 宗教情感就是这样 里面包含着意志 一个人的判断 一个人的倾向 一个人的决定 一个人的心性所向 就是情感 所以这个 你所有的追求 爱 喜欢 都包含在里 应该将你所有的 里面的这种追求 愿望 情感 喜好 都交托给神 因为什么 我们是邪恶的 败坏的 随着这种追求和愿望 不加圣灵的光照和真理的耶稣的话 一定是败坏 抵挡神的 后面会讲 为什么 这里面我们看到 要交托给神 不免 如果不遏制 不丢弃 不抛弃这种 我们个人的这种情感 将其追 交托给神 让神去管制的话 它一定是抵挡神旨意的 所以我们自己 比我们想象的 要坏得多 我们如果不借着 这样的真理的学习 我们怎么能够破碎那种 自我感觉良好的那种 自己给自己 画的那个字画像呢 所以我们要时刻地 在真理和圣灵的面前 不断地认识我们自己 以至于我们才能够认识 神的恩典 让我们更加投靠他 所以要对自己有高度的警戒 因为我们里面出来的一切 都是邪恶的 所以基督徒要谦卑 世界上强调自信 当然我们基督徒 这里面说的谦卑 是正确认识自己的谦卑 看到自己的败坏 同时我们也要拥有 某种所谓的健康的 自我形象或自信 为什么 我们知道 我们虽然败坏 但是我们是上帝尊贵的 神的形象样式 所以我们不能自见 看不起自己 我们要自卑 劈马门灰 但是我们不能轻蔑自己 过于上帝所看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过于自信 盲目自信超越上帝所看的 适当的那个 看得自己合乎中道 那个现有自我膨胀 好像自己无所不能的样子 所以现代人在缺乏 福音和真理的光照下 往往是自我膨胀 要么就过度的 自见 那基督徒应该追求的是 在这里面寻求平衡 一方面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败坏 自己的软弱 同时又也知道 上帝在透过他的救赎和创造 我们是在他的手中是 具有何等的尊贵 应该有一定的尊严 和恰当的自信 即便我们没有什么才能 跟别人比 可能人生过得不是那么成功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 有资格 可以在神的面前 充满健康的自信去生活 免得我们过度的绝望 为什么 我们存在本身 就是很尊贵的 这种尊贵不是因为我 怎么怎么的 而是因为神赋予我 使我成为尊贵的 所以离开神的我 即便是尊贵 但是堕落的尊贵 一个顽梗悲逆的存在 最终要受到神严厉的刑罚和审判 所以我们这些 蒙了基督拣选的人 能够听见福音的光 能够蒙圣灵光照的基督徒 如果真的是 真正的基督徒 就应该活在这种 合乎中道里面 竭力地去拒绝 我们里面那个败坏的欲望 那些错误的情感 应该将我们所有的爱 可慕追求意愿 全权交托给神 让他在这个方面 也掌管 掌权 所以这个祷告 教导我们什么呢 这个祷告教导我们 不仅要逃到我们 不仅 这个祷告 不仅逃到我们 使我们舍己 而且 要舍己 逃到我们 使我们舍己 以至于我们 按照神的旨意 以至于神 按照他的旨意 来同志我们 所以 愿你的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天上的使者 无条件 甘先乐意 完全顺从神 像我们也一样 我们在地上 也能够这样 完全顺从你 这个就是提醒我们 要舍己 不舍己的话 不可能 按照上帝的旨意 让神 按照他的旨意 来统治我们 我们前面 说到了 我们里面的 那个欲望 本性是败坏的 一定会抵挡 神的旨意 所以如果 不舍己的话 不可能 让神 来 按照他自己的旨意 统治我们 我想跟大家 谈一个 旧约里面 提到了牛 牛这种动物 旧约里面 常常提到动物的时候 不只是提到 日常生活当中 这种动物而已 常常只用动物 来教导人 牛若不用 搅环 搅环 配头 勒住它的话 就不顺从 牛这种动物 是力量很大的 而且它也有一种 性情 它怎么能够 很好的去按照 这个农夫的意愿 去执行 去耕地呢 它如果乱跑的话 那个地离 就没有办法 好好离地 对不对 驯服它的过程当中 首先给它 安上配头和脚环 马是脚环 牛是配头 北方 中国北方 大家可能会看到 给牛 这个鼻子 穿上 鼻环 然后用绳子 拴在 拴上 然后一拉的时候 这个鼻子被拉的时候 牛会感到痛 对不对 所以 强制地 让它 顺服 用这个牛 来形容 说明 人的悖逆 上帝如果 用不用 非常的手段的话 人就不会顺从 而顺从的过程 牛感觉痛的时候 它必须得 抛弃自己的意志 然后顺服 主人的意志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如果一个人 要跟随耶稣的话 做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话 做主的门徒 做基督徒 是一回事 就必须舍己 背起十字架来跟随 如果不背起 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他 就不能 不配 做主的门徒 也就是说 十字架什么 死的 自我否认 耶稣基督顺从神 他不断地舍己 顺从神 以至于死 死在十字架 十字架是 不仅是代数的记号 而且是他顺从神旨意的记号 顺从到死的地步 那也就是说 在顺从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 不要照我的意思 你要照你的意思 这个就是舍己 那我们要顺从神 要追随基督 做基督的门徒 做基督徒的话 如果不舍己 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不致死自己 怎么能够顺从呢 一方面坚持自己主张 一方面追求自己的野心 欲望 私欲 一方面偏行己路 随着自己的喜好去行 又不愿意顺从神 当我们主张自己 自己掌管自己人生的时候 就不可能顺从神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一方面自己坚持 自己的主张和追求 自己主管自己的人生 另一方面又称因素为主 我要侍奉你 这个就是 自己不知自己在说什么 就好比动车 手为两个机头 两个机头却向着 180度反的方向去 同时加同样的力一样 那个机车是没有办法向前 或者后退的 两个力平衡了 对不对 但是在上帝和我们之间 在一般的情况下 在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话 是不可能顺从神的旨意 这个不是说我们比神 有多大能力 往往上帝不愿意 我们勉强地顺从 虽然有的时候 他用各种方法来克制我们 使我们甘心乐意去降服他的旨意 但是那个过程 那个我们不讲了 我们以前也多次提过 所以一个人不肯舍己的话 他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顺从 所以这里面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 其实要求的是 祷告的人所切勿的是 主啊 我愿意舍己 我愿意否认自己 我不再追求我自己的意愿 我将我所有的心思追求都交托给你 愿你的旨意成就 照着你的旨意来统治我 愿意顺从 必须舍己 除旧应心 除去我们里面旧的思想的同时 他为我们造一个新的性情 新的倾向性 新的心思和意念 这是借着圣灵的重生 当然加尔文牧师说的重生是持续的更新 一个人信了主 用今天的重生的概念 就是获得新生了 对不对 与神和好了 获了个新生命 那么一个人重生 不等于就得到完全的生命 对不对 所以随着我们成圣的过程 深化 我们的心思意念 才更接近主 更体贴主的心意 对不对 才更大程度的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圣经里面不断地教导我们 脱离小孩子 脱离小的 不再做小的 不再做小的 不要单单喝奶 要吃干粮 心智上 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可见基督徒在心思意念 这个更新的程度上是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 不可能一信主的时候 马上就变成完全的成熟的 完全体贴神的心意这个状态 所以借着圣灵的更新 不断地使我们脱去旧的 穿上新的 给我们一个新的 当然刚一重生的开始的时候 是给我们新的心情 新的种子 新的生命的倾向性 开始一生当中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一面 以至于我们在程度上 量上不断地盛化 成圣 所以创造一个新的思念 以至于我们抛弃一切 就是抛弃我们个人以前的那种追求和倾向 喜好 我们的心 不是与我们的欲望 而是与神的旨意完全一致 达到 就是这种不断地愿意的旨意 成就在我地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的时候 就是愿意放弃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欲望 自己的追求 使我们的心 不与我们的欲望 而是与神的旨意完全一致 只是我重新做了翻译 麦种和三连的都没有这样的表达 这样就更清楚的 晓得这个祷告到底在求什么 这个祷告到底在教导我们 应该可慕追求什么 什么叫做愿意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祷告很重要的 纵然有所求 但是更重要的祷告 是一个降服的过程 在祷告当中 如果没有顺从的话 这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 是不可能顺服的 在祷告当中 已经将自己的意念 降服在神的旨意 所以在生活当中才有可能 当然在祷告当中降服了 和现实当中去顺从 又有一个程度的差异 但是没有祷告当中的顺从 是不可能在生活当中顺从的 祷告当中自我很强 坚持自己求你成就我的旨意 照着我的心意成就的话 他是在生活当中是不可能让上帝 做王掌权的 不可能被圣灵充满 被真理欲速 被上帝统治的 也就是上帝的国 不可能在他生命当中 真实的落实和实践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祷告 就变成了那个 异教徒的拜偶像的那种 求佛 烧香拜佛 只是成就自己的欲望的一种形式 披着基督教的外袍 实际上是过着拜偶像 一样本质的生活 总之呢 不再追求自己心中的愿望 我们的心完全由圣灵掌管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教导我们 是我们学会爱那些 讨他喜悦的 爱神所爱 爱神所喜悦的 恨他所不喜悦的 恨神所憎悟的 这个我以前都讲了 中国基督徒很多的时候 广强调爱 广学会爱神所喜悦的 却不晓得 恨上帝所恨他 那对于今天 中国本土的一些改革宗教会 有些偏差呢 我想补充的 他们是学会了爱神 恨神所恨的 但是却忽略了 缺少了爱神所喜悦的 有的时候太凶 责备其他的弟兄姊妹 责备其他教会的错误的时候 有时候缺乏爱心和怜悯 所以这两个都很重要 我们不能总追求神所喜悦的 却忽略了恨神所恨 所以基督徒的情刊里面 有爱有恨 不是稀里糊涂不讲原则 稀里糊涂的爱 这个糊里糊涂的爱 看见人亵渎神的时候 还在那儿 这个没有反应 神所证悟的 我们也要证悟 所以基督徒是爱证分明 不是糊涂徒 我多次强调 基督徒不是和尚 不是唐僧 不是道士 所以很多把唐僧的灵性 和道士的灵性 搞成基督教的灵性 这个完全大错特错 我们以为好莱坞里面的 那个耶稣 生平的那个福音光碟里面 笑嘻嘻的 满脸笑容的耶稣 才是真正的耶稣 不是的 如果留意的话 那里面也有一个片段 不是讲到耶稣 编成了绳子 把牛羊赶出去 周翻了那些 对换前沿的桌子吗 耶稣也会愤怒的 所以神的形象里面 既有公义愤怒 又有爱恨怜悯 所以大家要整全地 去认识神 我们是按照神的 行星样式造的 救恩也要恢复 我们一个整全的 健康的人格 便搞得我们基督徒的 生活伦理 跟基督教的教导 和神的形象不一致 所以在这里面 要出去我们心中的愿望 最终我们盼望 祂使我们里面 所有与祂 旨意相悖的那些 成为虚妄和无语 这什么意思呢 最终使我们意识到 真的 我们所追求的 那些与生相悖的 其实都是虚妄无益的 那些本来就是虚妄无益的 但问题 很多基督徒 我们意识不到 求神使我们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 就是愿你的旨意 成就在我身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 同时的意思就是说 愿你使我 让我知道 那些所有 违背你旨意的 我的愿望 我的追求 我的梦想 我的计划 我的宏图伟业 都不过是虚妄无益的 也就是说 让我知道了我才能舍己 对不对 我深深地认为 我所追求那些 违背神旨意的 与神相悖的 不相关的 那些是天下最宝贵的 的话 你怎么可能舍弃它 除非你认识到 祂的本相 祂的真面目 祂的本质 在神眼中 看为虚妄的 甚至邪恶的 无意的 对我有害的 你才肯抛弃 对不对 神为他 爱他的这人 所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 人心未曾想过的 那些宝贵的 真正的价值 但是可怜的是 我们这些 作为神的儿女 小心 愚昧 无知 不知道神 为我们预备的是 最好的 上帝掌管的人生 才是真正成功的人生 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生 才是真正永生的人生 但是我们以为 一旦把我献给神 让神掌管 恐怕就有不安全 恐怕神毁了我的人生 上帝哪是那样的 上帝 对不对 上帝要毁了你 干嘛不造你 不让你在这个世上存在 上帝不造人多好 对不对 上帝造人 就是为了美好的旨意 而上帝旨意的 对我们也是最有益处的 最好的 结果我们 因为我们的心思 受到邪恶的玷污 我们充满了邪恶的思想 和自私的担忧 我们自私的设定了一个目标 渴望成就的目标 又怕神干预我 毁了我那个目标 所以我们就不肯 不肯现实 说明什么 我自己做在掌管我的人生 我自己做我的王 我定了个计划 怕上帝干预 毁了那个计划 其实这是我们的小心 不信 放胆地将你的人生交给主 上帝教掌管你的人生 才是最有出路 最有价值 你才能够真正幸福 和实现真正你的那样的人生 我们的智慧 和上帝的智慧 怎么能相比呢 我们的判断 怎么能和上帝相比呢 上帝计划的良善的上帝 爱我们的上帝 他给我们计划的人生 是最美善的 但是我们以为我们掌管 我们筹算 我们计划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建筑 任何的这个设计师 设计师对不对 设计师最起码要具有什么 知识 智慧对不对 他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和智慧的话 他怎么搞设计 都是尽善尽美的 得出来的那个设计 对不对 那种建筑学里面 他从结构上 承重上 都要设计 对不对 都要考虑到 包括地震的因素 美观 各种因素都要考虑到 才能成为一个 大师级的正常的设计师 对不对 更何况我们的主呢 他当然有真知识 他对你和将来人生的真知识 真智慧 他安排的最良善 最好的 但是我们却随着我们自己 自私的狭隘的欲望 去追求那个愿望 恐怕上帝来干预 所以弟兄姐妹 放心大胆地将你自己交给主 当然这个也取决于你 对主的恩慈和爱的经历 对他的认识的程度 越认识他 越放胆地 能够把自己交给他 当你自己掌管你自己人生的时候 你就是劳苦担中难了 因为始终要靠你自己的能力去把握 我不是说你要放弃自己的责任和本分 但是自己主管自己人生的人呢 他总是将所有的盼望都掌握在自己 在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筹算 自己的里面 因此他又知道自己有限 所以他必然会不安 一定是不安 所以劳苦担中担的人 一方面在罪恶的这种 被离神的这种精光当中 受着咒诅的生活 他恐惧战惊不安 另一方面 因为他所有的支撑点都是在于他 他不得不挺起腰板 所以他就在那种不能和不得不的张力当中 始终是劳苦担中的 心里面没有安息 基督徒不是说甩了担子不负责任 不努力 但是我们知道 我心中真正主管我的是上帝 在上帝的主管当中 安息当中我努力去尽自己的本分 努力地去追求 但是我知道我的人生有主主掌管 所以主就在暗中引导我 走他所喜悦的路 一方面享受安息 另一方面奋力前行 所以不再追求我们自己的欲望 心里完全有上帝长 愿你的持绩成就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就是求主帮助我 除去我虚妄的想法 求主来掌管我的心灵 我的意愿 我的追求的意思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 爱神所爱 恨神所悟 我们的盼望也在我们里面 与他旨意相悖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就是虚妄和无意的意念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为什么要追求他的旨意呢 不追求我们的意思呢 因为在神的光照和圣灵的光照下 知道这种与神指义相悖的意念 其实就是虚妄无意的意念 所以能够真实地做这样祷告的基督徒 其实本身已经是蒙了一定恩典的基督徒 即便你现在不知道 但是既然听了这个讲道 你应该追求这样的祷告 在这样的信心出发的过程当中 有一天你会明白 这样的祷告才是真正让你有意的祷告 你就体会这种祷告是何等的重要 紧接着呢 我们看到 加尔文牧师就对前三个 我们说到主祷文有六个祈求 前三个是你的名 你的国 你的旨意 后三个什么 日用的饮食 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免我们的债 然后救我们脱离凶恶 对不对 那前三个是直接关乎 这个神的荣耀的 所以前三个呢 是提醒我们 我们的心中当 只关注 只关注 神的荣耀 你的名 你的国 你的旨意 只关注神的荣耀 完全不考虑我们自己的好处 祷告所追求的根本不是考虑自己的好处 而是神的荣耀 虽然这些祷告对我们是有极大益处的 为什么 当你真正这样祷告的是 这才是生命 这才是与神指一致的 这才是符合我们按照创造的那个本性 符合这个本性的祷告 当然是对我们有意义的 当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 当我们尊神的名为圣 当接受神的统治的时候 这就是生命 亚当如果一直顺从神 群求神的旨意 神的名 神的国的统治的时候 那个就直接不经历堕落 直接进入永生了 但是问题 他没有追求嘛 所以堕落了嘛 所以悲惨了嘛 那我们这样寻求的时候 当然对我们是最大益处的 然而这不是我们祈求的目的 我们祈求的目的不是追求自己的私欲 自己的私虑 祈求最核心 终极的关心是神的荣耀 神的旨意 神的国 神的名 虽然这些祈求 即使我们不愿 不想 不求 不想是根本没概念 不愿是我们的意愿 求那是追求 这个一层比一层深 即使我们 即便我们这样不求 不想 不追求 也会按时成就 我们说上帝隐藏的旨意 隐藏的旨意当然也 显明的旨意包含在隐藏的旨意里面 只不过是这个上帝整个旨意里面 一部分向我们显明了而已 这部分是关于我们的责任和本分 上帝的旨意 即便你不求 你不努力 你不追求 你不推进 你不传福音 神的旨意照样成就 神的国不会因为我们的背逆不顺从 而失败 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 只不过是 你我成为又恶又懒的仆人 我们将来受神的审判 所以这样求的时候 不是让神的旨意成就 而是让我们能顺应神的旨意 这是祷告的精神 不要照我的意思 哪要照你的意思 我想用这句话 马太福音26章39节 之前我也讲过 祷告的最高境界就在这句话里面 体现出来了 祷告的最高境界不是寻求 你若拜拜我 我就将全天下都赐给你 祷告的追求不是求饼和医治 祷告所追求的是主啊 击打自己的旧人 鞭策消除自己的私欲 像给自己施予真理和圣灵的运速一样 让自己这个堕落的败坏的本性 像顺梗贝腻的牛 顺从于主人的那个搅环一样 使自己降服 从本心里面想着神的旨意 在内心当中甘心乐意 愿意顺从神的旨意 在意志当中迫切地寻求 渴望追求神的旨意 所以深切地求愿意的旨意 行在我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追求的是神的旨意 不是我的意思啊 所以祷告最重要的是 神的旨意 神的荣耀 即便你不这样求 你不要以为上帝受什么损失 上帝不受任何损失 你本来归给神的荣耀 本来是应该顺从神的旨意 本来你应该有的那个福分和生命 祝福喜悦 你没有做 上帝没有损失 你做了只不过是做了 应该做的事情 把神原本应该得的荣耀 归给他而已 但你不做上帝的荣耀 神本身就是荣耀的 不被我们什么减损影响 所以你不顺从 你不侍奉 上帝不缺少什么 不这样求也无所谓 也就是说 问题是 你不要有一种功劳的思想 好像我这样求了 好像帮了神的大马 No 不是的 你这样做 对你自己是有益 作为我们这种败坏的人 我们应该顺应神的旨意 所以在顺应的时候 这样祷告的时候 没有什么功劳 这是本分而已 所以加尔文牧师一方面说到 不要以为这是功劳 即便你不求不愿 不求不想 神的职业照样成就 上帝一定会成就他自己的计划 自己的职业 所以你在这里面 所以在这里面不要有任何功劳思想 但是 然而 我们仍然要求 要求 为这一切求 加尔文牧师的神学非常平衡 为什么 因为他的思想是 深深地受整全圣经教导的约束 不像有一些国内的基督徒 学了预定论 就把所有的上帝的命令 和教导人的本分就给保了 所有教导人本分的教导 都成了阿弥尼 甚至定你为伯拉丘 读一半圣经 加尔文牧师不这样 他深深地看到 一方面神的旨意是不可抗拒的 上帝永恒的旨意 无论是显明的还是隐藏的 表面上显明的旨意 被我们背逆反叛了 但神的旨意最终还会成就 以色列人失败了 神的救赎计划仍然在进展 福音仍然在开展 纵然有千万人不顺从 不愿意侍奉神 但是神仍然兴起 更多愿意顺从神的 所以关键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上帝向我们显明 已经借着主耶稣教导 主导文 愿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 这里面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应该怎样祷告 应该想什么 渴望什么 追求什么 所以这里面就应该要祷告 即便你不祷告 神的旨意照样成立 但是你要祷告 即便你不传福音 神仍然要实行 祂的拯救计划 但是神既然让我们传福音 所以传福音是我们要参与的本分 所以没有任何功劳 你说我要不传福音 神的计划如何成就 你太自以为是了 你不传可以 上帝兴起一千个你去代替你去传 但是问题你有或了 所以在顺从神是我们的本分 不是我们的功劳 祷告的时候不要有功劳的概念 所以这里面仍然要求非常平衡 所以今天中国教会 我们弟兄姊妹 一定要注重平衡 这里面的平衡 不是故意两个假设的概念 我多次强调 以前我很喜欢平衡 现在我很讨厌使用平衡 为什么 根本就不是我们制造出 A和B正反两个概念 来故意搞个天平 来寻清相同的分量 不存在这种事情 只要照着整全圣经的教导 读整本圣经 圣经全备的教导 圣经教导A正面的时候 也叫反面的时候 这两个圣经强调多少 你就同时强调多少就好了 不必要刻意去搞平衡 尊重圣经的教导就好 问题是我们只看到A的方面 忽略了B的方面 所以这就形成了偏差 广强调A不强调B 所以要取习整本圣经吗 神的荣耀是我们心中最大的需求 这个祷告是教导我们前三个 当我们一开口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抓住我们内心当中 我们最新所看重的 虽然我们自己有很多问题和需要 但是我心中最大看重的是神的旨意 最看重的就是神的荣耀 神的不荣耀的话 我得到最大的益处 那也不能成为我的益处 神的如果对我最觉得对我再有好处 如果违背神的旨意 这也不是益处 即便让我赚再多的钱 如果神的名不被尊为大的话 尊为圣的话 那也不是益处 所以神的荣耀成为我内心当中 最高的价值和追求 我最大的益处 但不是目的 虽然这样祷告成为我最大的益处 但是我祷告不是为了那个益处本身 而是神的荣耀 和假惺惺的去祷告一些 互弄神的体面的话 然后背后里面内心当中所追求的 都是自己的欲望 那不是一回事 所以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 愿人都过降临 这个是发自内心真正 我们心中所欺慕所追求的 愿意克服我们那些欲望 抛弃那些虚妄 无意的意念 愿意追求顺从神 让神得到尊荣的这种意志 在那里做这样的祷告 细便不想不愿不求 仍然按照神的旨意成就 所以不要有任何功劳的想法 我们愿意祈求这一切 乃是我们的本分 应该这样的去祷告 那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 保证明并且承认 我们是神的仆人和儿女 我们将竭力追求 我们的主和父应得的尊荣 我们这样祷告 证明和承认 我们就是神的仆人和儿女 神的仆人就侍奉神 愿意顺从神 我们神的儿女 体恤父的心意 明白父的心意 愿意追求父 使主和父的名字 应该得到尊荣 哪有一个儿子天天活着的 辱墨自己父亲的 然后大言不讳的说 我是谁是谁的儿子 丢人现眼的 祖宗的名誉都毁在你手里 你还到处去嚷嚷 你是谁家的儿子 完全奉献我们自己去侍奉他 这是这个祷告的精神 让他的名被尊 他的国降临 他的旨意成就 反过来如果我们没有促成神的荣耀 这种热情 我们就不能算为神的儿女和仆人 这里面加尔我牧师提出了 真假神的仆人和儿女的一个区分的方法 一个标准 真的神的儿女 真的仆人呢 是一个新的心 一个新的性情 一个新的追求 一个真正神的仆人 神的儿女呢 他是有个新的意念 新的爱好 新的倾向 新的追求的 可慕的 愿意 让神的名字尊崇和荣耀 这是他心里面 新本性决定的 新的倾向性 就像罪人 犯罪时 随着他堕落败坏的本性 那个败坏的心智 败坏的情感 堕落后的那种本性的流露 真正谋恩的 获得新生的神的儿女 里面已经有了新的生命和倾向 所以他一定会有新的追求 新的性情 新的意愿的 反过来假的呢 旧的心 旧的性情 旧的追求 凡有血气 凡属血气的不明白神 属灵圣灵的事情 这些人的本性是顽梗的 悖逆的 昏昧的 随着他们的情欲 放纵可耻的事 与羞辱为自己的荣耀 故意背逆神 去拜各样的偶像 追求各样 最终之乐 猪的本性 必然会在泥水里滚 那就是他猪生当中 最高的享受 吃饱了 往泥水里一躺 过着那种污秽的生活 没有任何梦想 没有任何什么高尚的追求 那种 泥水里的桑那玉 就是他最高的享受 猪生的最高 价值 但是作为人 正常心智的人 是不可能过那样的生活的 在猪槽子里面 跟猪一块儿抢食 除非是极端的环境 没有吃的 吃就像浪子 是去抢猪食 吃豆架 那是非正常情况 然后躺在泥水里面 享受那种快乐 人的本性 再脏的人 也是受不了那种脏的 看见都恶心了 怎么可能在那里呢 所以这是生命不同 性情不同 决定了他的生活 样式不同 真仆人 真儿女 一定会出于心心 心性情 有这个新的追求 新的爱慕 可能真基督徒 真儿女 真仆人 偶尔会 灵性低潮的时候 但是不可能永远那样 他心里不安 他知道自己做的不对 背离神 但他心里一定是有那种 像向日葵 向光性 驱光性 像树的根 有驱水性一样 那是生命的特性 新生命一定有新的律 在他里面 生命圣灵的律 所以最终的结局 那些真的儿女 一定是享受神的荣耀 承受永生 恒心行善的 必有荣耀和永生 归给他们 那些假的 他最终一定蒙羞 以为 因为他们所行的 与神的意志相悖 结果有一天 最终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 他们会蒙受羞耻 这是卖种的翻译 我采取了这个翻译 当然不是跟英文翻译的 是根据拉丁文 他们一定会蒙羞的 感到羞愧的 然后结局当然是灭亡了 与永生永行相对 荣耀和羞辱相对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根本不存在那种 所谓的过着自己任意而行 根本不考虑神的旨意 只做信徒 却不委身给基督 只做信徒 得永生 却不关心神的国 神的旨意 神的心意 只做凭信徒 却不管 不爱神所爱 恨神所恨的 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 这种基督教历史当中 造出奇怪的这种割裂 一种假宗教 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这种根据的 所以基督徒 今天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反省你自己 你到底信不信 你是如何信的 这是起书论里面 使徒约翰 耶稣基督借助使徒约翰 所提醒教会的 你要悔改 你是怎么信的 当初怎么信的 或者说你从哪里堕落的 为什么我们的信 竟然过得这么随意 没有基督徒的味道 你比如说你多么属灵 看起来多敬虔 你内心当中真正在乎和追求的是什么 那种真正 你不顺从 心里就不安 更积极的是 你真的以荣耀神 顺从神为自己最高的价值和成就 真的有这种认识 有这种觉悟 有这种倾向没有 还是信主前 信主后都一样 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 我犯任何罪 想任何事情 跟神的指引没关 我仍然平平安安的 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那你要哭 你要恐惧占尽 你可能仍然是门外汉 仍然跟基督没关 所以不要被自己虚假的 所谓的救恩的确计 按照什么一个做觉知祷告 什么犀利症来判明你最终得没得救 你要根据你生命的特征 鸡有鸡的生命 所以鸡有鸡的生活方式 猪有猪的生命 猪有猪的生活方式 狗有狗的生命 因此他也有他的生活方式 人有人的方式 信徒有信徒的生命 有信徒应该流露出来的特征 加尔我牧师郑重地在这里提 如果一个基督徒 真的一个人 不能应该说基督徒 一个人真的 毫不关心神的荣耀 没有丝毫的热情 不体恤神的心意 不渴望神的旨意 不愿意舍己 不愿意神的统治 圣灵的管制 真理约束他的话 他就不是真的仆人和儿女 无论你言语上 你行动上 你做事上 在教会内 在教会外 多么像基督徒 如果没有这个 就不是真的基督徒 这个是很严肃的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今天教会里面 到底有多少人是真仆人 真的基督徒 我们自己反思一下 这很严肃 主导文并不简单 所以我们要郑重我们的祷告 当然我们在教会 聚集在一些祷告 或私下祷告 我们彼此带导 为弟兄姊妹的一些 现实的问题 生命的问题 身体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家人 当然要祷告 这都是主教导我们的 但是这样祷告的目的 最终极不是 还是按着神的旨意吗 顺从神的旨意吗 当然这个旨意里面 包括我们作为基督徒 如何去爱别人 以别人的利益为念 当然大家不可能 以神 别人的利益为重 超过神的旨意 对不对 所以这都包括 在神的旨意里面 但是除此之外 我自己为我自己祷告的时候 我的祷告里面 什么味道 我只在乎我的梦想 我的目标 我的成就 我的需要 却根本不考虑 神的旨意吗 那这个就是问题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感恩是什么呢 上帝让我们 透过基督教要义 加尔文牧师 讲圣经里面的教导 这样深入浅出的 跟我讲明 让我们能够 透过这个明白神的旨意 来反心关照 我们现在的光景 所以现在能够 由耳可听 能够听 这本身就是福分 盼望我们 那个郑重地去 看待神 郑重地去看待自己 现在生命的光景 对于我们 生存 前途 很重要 这包含在 神的旨意当中 但是比起这个 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作为 神的儿女 神的仆人 如何 侍奉神 所以在 侍奉神的这种 精神支配下 所有的做 说行 都是作为 顺从神的 这个场和机会 包括你的将来的 结婚 就业 专业等等 人生的所有的轨迹 应该被神引导 被神主宰 为着神的荣耀 去做才是 包括我们在教会里的 侍奉不是吗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个 那那个工作 那个事情本身 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真的成为 作为真正神的儿女 神的仆人 真正成为 侍奉神 侍奉神的旨意 尊从神的 圣民 然后看重神的荣耀 可慕追求神的荣耀 这样的儿女 过这样的生活 纵然我们有各样的软弱 但奋力地 靠着主的恩典 像主导文所教导的那样 去寻求 求主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恩典 帮助我们克服 让我们时刻保持 灵性的警醒 除去我们里面 邪恶的 罪恶的欲念 不要让那些东西 蒙蔽我们的眼睛 绊住我们的脚步 捆住我们 束缚我们 让我们真正过一个 真正 即便人生像流星一样 短暂 但是却是像钻石一样 宝贵 有价值 在神眼中 看为宝贵的 这样的人生 这个不更好吗 即便我们流芳百世 人家给我们 用钻石 雕一个纪念碑 名字 刻在什么 联合国的 某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那又有什么用呢 最终见主的时候 遭神的愤怒 在地狱里面受勇活 那个人给我们的称赞 和美名 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们最终 判断的是主 我们如何 在主的面前 去讨主喜悦 很重要 从我们被造 被救赎的目的来看 我们就应该 恢复这种 追求这种 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世界 一起来祷告 受优优狱 MP3 扫优狱 火 无缘 终狱 何 优狱 季